哈利路亚 年度盛世迈入26年的 新竹联合复活节崇拜 考量群聚风险 在4月17号改为众教会联合转播方式 有超过90间教会 万人上线参与 不分宗派和一祷告 同心在复活节期 为疫情冲击下的台湾祝福 遇见复活的耶稣 主让我们可以回应 你十字架无比的爱 主让我们领受你给我们的托付 不再为自己活 为主而活 我们想要在这个城市 推展的是一个复活节的文化 让所有的人 世世代代 全城市的人都知道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26年前 有一群牧者们 愿意在清晨顶着寒风 持续为新竹祷告 建立起新竹众教会 同属一个基督 不分你我的文化 老牧师们 他们一起办了 培林 茶经 布道会 他们告诉我说 他们都非常合一 彼此相爱 叫得出彼此家庭孩子的名字 他们有一个slogan 叫做 不分宗 不分派 只谈耶稣 只谈爱 特别是刚才 我觉得我看到我父亲 大概应该是三十多年前 我爸爸在这边的一些服事 觉得很感恩 谢谢主 祝福在新竹这里 不但整个的城市 而且一家一家都 好像约束亚 也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世代的牧者们 也传承老牧师们的精神 用各自的语言 为新竹这块土地来祝福 我想这个是宗教派合一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剧集 对于我们这些后辈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感动 我们也愿意聚取继续传承这样的一个精神 协会本着复活是上帝的大能 关怀是你我责任的理念 不单是在去年资助154个急难家庭 也辅助经销物流困难的小农 受疫情冲击的店家 用公益行动传递耶稣的爱 其实许多的教会都在社区的第一线 许多的牧者他们会关怀 真的是许多可能我们都不知道 甚至是公部门所不知道的这些弱智的家庭 所以过去我们透过急难家庭的救助 我们盼望透过灵权捐的方式 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奉献 我们可以直接的让第一线的牧者 可以来回应这些急难家庭的需要 疫情转为线上的复活节崇拜 不单没有减低新竹众教会的凝聚力 反而更彰显耶稣复活的大能 成为新竹城市的文化 以上是QTV信用中心新主采访报道